第1集 宾馆血案 位于浦东的东方宾馆 被霓虹灯勾勒出雄伟的轮廓 这座三十五层高的大厦 像一块通体轻盈透绿的翡翠 镶嵌在深蓝色的夜空里 辞夜时分 一辆出租车驶到宾馆门前 一个年轻的女人上了三十楼 走出电梯 她东张西望 找寻着客房 小姐 请问您找哪个房间 我找3013 请跟我来 谢谢 陈旭 陈旭 你开门 陈旭你跟我出来 我知道你跟那个狐狸进在里边 你要是再不开门 小姐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 你管的什么 没有你管 我是这儿的保安 我找我老公 他今天要是不出来 我只死给他看 陈旭你跟我出来 小姐 来来来来 我叫他开门 来 小姐 陈先生 陈先生 我是宾馆保安 请您开一下门好吗 陈先生 他就是不出声 奇怪 里面灯亮着 就是 还有声音吗 有电视机的声音 怎么没反应呢 会不会是睡着了 他在那边耍赖呢 小王 你打个电话到他房间 试试 好的 我就知道他赖在里边 不肯出来 好几次了 他和那个婊子 在外边开房间 被我堵住了 他就是死不出声 不出来 如果是在一二楼 他肯定还会翻窗户 逃走呢 电话没日期 小王 把钥匙拿来 我来开门 陈旭 我看你今天在往哪跑 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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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刑警803 这是证件 我是宾馆总经理 这是发现血案的宾馆保安 王先生 你好 王先生 当时案发现场 除了你和值班服务员以外 还有谁在 还有被害人的妻子田玉芬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由于过度惊吓和悲伤昏过去了 现在在医院输液 请这边走 到了 3013 3013就这间 各就各位 仔细看着 是 客房中央倒握着一具男尸 头朝西 脚朝东 浑身是血 身上遮盖着客房内的毛毯 死因清楚 是被人用顿器猛击后脑 致使颅底骨折 引起大出血致死 现场没有搏斗撕打的痕迹 死亡时间约四小时左右 店长 现场已看上完毕 好 小军 祝国平 你们继续留在宾馆 了解被害人入住宾馆的情况 我和小乔 马上去找田玉芬 是 苗震和乔丽娜到了医院 田玉芬已经苏醒过来了 陈旭 肯定是被杨美娟那个狐狸精 害死的 公安通知 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 事业案 田玉芬 你来说 请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说清楚 我丈夫和我结婚五年了 我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可是 自从前年 他应聘一家化妆品公司 到了销售经理 和长江百货超市销售点的营业员 杨美娟大事上议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 经常夜不归宿 还和杨美娟在外面游山玩水 根本就不顾价 他应聘在哪家化妆品公司 单陆化妆品公司 乘丽娜 你是这方面行家 听说过这家公司吗 听说过 最近风头很贱 报纸上经常有单陆化妆品的广告 对了 公司的总经理就叫送单陆 请你接着往下说 后来 杨美娟逼着陈旭跟我离婚 我坚决不答应 就带着儿子回到了浙江老家 陈旭为了他家三代单传的儿子 也不想离婚 杨美娟就死交蛮缠的盯着他 还威胁说 如果不离婚 交给他点厉害看看 你说说 你怎么知道 你丈夫到东方宾馆 是和杨美娟约会的 前几天我回到上海 陈旭对我说 杨美娟下了最后通牒 要么和他结婚 要么两败俱伤 昨天晚上 他是接了杨美娟的电话走的 你怎么肯定是杨美娟打来的电话呢 我听他的口气 每次陈旭接到杨美娟的电话 就像被勾了魂似的 兴奋得不得了 昨天他接电话的口气 就是这样的 喂 是我呀 晚上八点 在什么地方 我记一下 好的 不见不散 谁的电话 生意上的事 你就别多管了 肯定又是那个杨美娟 你跟他还在来往 叫你不要管 你就不要管 烦不烦呀 我是你老婆 我就要管 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破妇了 无事生非草草闹闹的 我是破妇 哪里像那个狐狸精 嗲里嗲气的 把你迷死了 你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你要是有杨美娟一半温柔 我还会去找他吗 我是不如他 可我是你老婆 我说不让你去 你今天就是不能去 你敢 我就是不让你去 我今天叫不让你去 怎么样 你敢离开这个家 你 你 你怎么会知道 他在东方宾馆呢 他不是记下了地址吗 他虽然把纸条丝下带走了 可是下面一张纸上 清清楚楚的留着印痕 我把印痕描下来 才知道他去了东方宾馆 3013房间 那陈旭身上带着什么东西 哦 他随身总是带一个小黑皮包 里边有笔记本 爱立信手机 身上还应该有点钱 你能告诉我们陈旭的手机号码 是 130 3217 8652 8652 好 田女士 今天就先谈到这 你要是想起什么 马上和我们联系 好的 这是我的名片 好的 苗镇和乔丽娜 刚回到行专总队 丁小军和诸葛平 也跟了进来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真该好好奖励奖励 那是那是 一夜没睡 不约而同的回到队里 接着干 丁小军啊 你事情没少做 就是话多 把功劳都说没了 困了 我们探长啊 早就准备了奖品 奖品啊 生煎馒头 小猪哥 牛肉粉丝汤 太高出锅的 你看你吃一个 慢慢吃 慢慢吃 大家边吃边译 小军 好吃 这个宾馆方面 了解到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吗 猪哥 你先说 有有有 我们找到了昨天 总服务台 负责旅客登记的张小姐 提起啊 3013的入住者 张小姐说她印象很深 一个原因是 那个人一脸的横肉 长相凶恶 第二个原因是 那个人呀 在填写登记表的时候 照着身份证上的名字 一笔一画的写 张小姐觉得奇怪啊 正常人 哪有写自己的名字 照着身份证上 笔划着写的呢 所以张小姐 就多了个心眼 将那个叫 潘永华的北方人 安排在3013客房 因为客房的对面 就有个监控器 监控录像带拿来了吗 拿来了 拿来了 我们是不是先放录像 好 放吧 停 你们看啊 这个潘永华 他在中午12点20分35秒 走进客房 此人 中等个子 穿套藏青西装 留着八字壶 他进了房间 就一直没有出来 快放 直到下午4点10分 05秒 出了房间 停 看 他去了服务台 12分10秒 拿着个热水瓶 进了房间 快放 停 这就是陈旭 他在晚上8点10分18秒 按门铃进了3013客房 三分多钟 也就是8点13分42秒 看 那个叫潘永华的走出了客房 我敢肯定 谋杀就在这3分24秒内实施了 嗯 丁小军 你们收集的情况非常有价值啊 可以 不要骄傲 我们下来再讨论一下这个案子的性质 嗯 从监控录像和我们收集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这个案子属于有预谋的杀人案 从被害人接到电话欣然赴约 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相当熟悉的 可以排除突然袭击或者上门抢劫的可能 那为什么 陈旭随身带的皮包手机还有笔记本都没有了呢 是顺手牵羊还是行凶者另有目的呢 从死者西装口袋里的五百块钱没有被拿走这一点来看 凶手显然是顺手牵羊 探长 我看了你们对田玉芬的调查笔录 很清楚 肯定是第三者杨美娟谢愤报复杀人 我们应该马上对杨美娟进行拘留审讯 对 先不要过早下结论 这样我们马上将宣案上报总队 然后兵分两路 我和小乔到单路化妆品公司的情况 小军你和祝国平到长江百货超市 直接找杨美娟查询 是 苗把109凶杀案上报了刑侦总队 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刘刚立即指示 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 务必全力以赴尽快侦破 当天下午 苗镇和乔里纳驾车来到位于上海东南角的单路化妆品公司 站住站住 干什么的 怎么自说自话的往里跑 我们找宣单路总经理 预约了没有 没有 那不行啊 我们总经理很忙啊 要是阿狗阿猫的都能找他 那他还办不办公事呢 我们有公务 这是证件 证件 哎呦 刑警803的 真对不起 对不起啊 那么你们赶紧进去吧 宣经理啊 在六楼 前面上电梯 要不要我送你们 不用了 想不到一个门卫 成了见宣单路的第一道关卡 不过 从这个门卫身上 倒是看得出 宣单路是个很严谨的人 对下属要求很严 探长 你也太会推理了吧 没这么悬 不信 我们打个读 好啊 探长 到了 好 请问两位 我们有事找宋单路总经理 你们和宋总预约了吗 小姐 我们是公安局行政队的 有公务打搅一下宋总 啊 那就请里边坐吧 宋总啊 正在召开会议 请稍等 来 里边坐吧 我去叫他 好 这间办公室很简洁很气派 除了老板台电脑 没有什么花花草草的 倒像个男士的办公室啊 这和我想象的都比较吻合啊 看来他一定不是个漂亮女人 哦 何意见的 漂亮女人是绝不会把自己办公的地方弄得老气横秋的样子 哦 我想象他是简爱那种类型的女人 刻板而又有序 是吗 嗯 来 他来了 哎 哎 两位好 我是宋单路 哦 宋经理啊 嗯 这是证件 我叫苗震 她叫乔琳娜 你好 你好 来 请坐 好 小秦 到场 哎 请问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啊 我们呢 想了解一个人 嗯 叫陈旭 据说是单路化妆品公司的销售经理 有这个人 来 请喝茶 好 陈旭呢 在我们公司知名度很高 他工作非常出色 年年被评为公司的销售明星 他怎么了 他死了 怎么会 前两天 他还来公司参加会议的 他 他怎么死的 被人杀害的 这是宣案现场拍摄的照片 好 天啊 这谁干的 宋经理 我们也想知道谁是凶手 我们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情况 陈旭 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很精明能干的人 他工作很努力 人缘也很好 平时 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仇人呢 宋经理 你对陈旭的家庭了解吗 他和他妻子是同乡 结婚有四五年了吧 有一个儿子 他们夫妻关系怎样 应该是和睦的 应该是 是什么意思 我想应该和睦 陈旭薪水很高 田玉芬也在外面工作 在他们同乡里面 他们俩算是大款了 杨美娟是怎么回事 杨美娟 想起来了 是我们销售点的一个营业员 好像是山东来的一个打工妹吧 最近好像听说跟陈旭的来往比较密切 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男人嘛 手里有点闲钱 免不了张话惹草的 好 宋经理 请你再看看这张照片 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从来没见过 我们公司对职员的要求很严格 有统一的着装 不允许留长发和胡子 更别说是留八字胡了 是啊 那在别的地方呢 肯定没见过 宋经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陈旭的死 是我们公司的巨大损失 于公一私 我都很难过 警察同志 希望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 为陈旭报仇 我们会的 好吧 今天就这样了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不客气 小秦 替我送送客人 不必了 请留步 那好 再见 再见 判断失误 没想到宋丹璐是那么出众美貌的女子 简直像电影明星 不 更像世界级的梯台模特 既有企业家的气度 更有时尚女人的风采 除此之外呢 说话滴水不漏 非常有臣服 也许是在伤海中 经历了太多的风浪和臣服 让这样的女人 练就了精明和老练 你觉得 她对陈旭和杨美军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有点遮着掩掩的 没有啊 我觉得很正常啊 一个企业的老总 对部下的生活隐私 他不可能打探得很清楚 就算是有风言风语 他也不会随便应用 有道理 这样吧 小小 现在你先回家休息一下 这种时候啊 我就是回家 也休息不了啊 还是回队里去吧 好吧好吧 苗镇和乔丽娜踏进办公室时 发现丁小军和诸葛平已经坐在办公室了 哟 头儿 回来了 诸葛平 接着到杨美娟没有 没有 她跑了 什么 跑了 嗯 怎么回事 哦 是这样的 据和杨美娟同在一个商场 又住在一个屋的安徽打工妹赵李平说 10月8日晚上6点多钟了 杨美娟说接到电话 老家的母亲病了 要她赶快回家 杨美娟呀 就急急匆匆的收拾了一点行装 让赵李平帮她向柜台组长请假 然后她就走了 你杨美娟老家是在山东什么地方 山东大苍县 和汤厢 杨家村 山东大苍县 嗯 对了 那个在宾馆登记的潘永华的身份证上 不也是山东大苍县人吗 啊 看来杨美娟是故人把陈旭给杀了 自己也跑了 嗯 估计杨美娟已经回到家了 嗯 嗯 桌边 走 小军 嗯 你们立刻出发 嗯 到河汤厢 追踪查询杨美娟 必要的时候可以拘捕 是 探长啊 我的任务呢 你留守办公室 哦 你呢 我 我马上要跟山东大苍县公安机关联系 协查潘永华 女哥们请注意了 由上海开往济南的四百四十六次列车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车了 请还没有上车的乘客抓紧时间上车 哎呦 我的妈 诸葛平 你怎么买这趟普通列车 老牛拉车拉到济南骨头架子都散了 嘿 我的大少爷 今天就这趟车 探长不是让我们立刻出发吗 要是等到明天耽误了事 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慢车也不错了 好快还是个硬卧 哎 睡一觉就到了 走吧走吧 反正呀 跟你想不到福 哎 哎 让让 谢谢啊 哎 到了到了 就这里 好 你下铺 我上铺 哎 我年轻 我睡上铺 嘿嘿 哎 你不是说跟着我想不到福吗 这一回啊 就让你跟我想一把 哎 哎 老朱哥 哎 没事 没事 谢谢啊 喂 是 我是803 赵李平 是和杨美捐住一个宿舍的 什么 发现她一封遗书 等等 你在哪 好 我马上就来 小警官 你请坐 好 喝茶吗 不用了 谢谢 你快说说 杨美捐的遗书是怎么回事 你看 这是我今天打扫屋子 从杨美捐用过的抽屉里看到的 上面的签名好像还是咬破手指 用血血的 我不想活了 我用我全部的爱和真诚 换来的却是欺骗和谎言 我 承讨 我恨你 你用花言巧语 比罪了我的心 让我奉献了少女的一切 却又无情地抛弃了我 你不离婚 我就让你常常历恨 让我们在地狱相见吧 杨美捐绝密 杨美捐真的和陈旭 拼得鱼丝网破了 109案到底是情杀还是谷杀 请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 情景8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